PC Online评测,MOD机箱玩家,或许接触过古嘎这个品牌。它旗下的征服者、开拓者等开放式结构设计的中塔机箱,为玩家改造机箱提供了不少灵感,更多的玩家直接用它们打造专属的个性MOD机箱。 其中,古嘎开拓者,就是近来的高人气MOD机箱。为了扩大受众,把MOD的乐趣向DIY玩家普及,古嘎推出了开拓者的改版。 开拓者MOD以下简称小开拓者。小开拓者是开拓者的缩小版,514x214x472mm的三维对比开拓者,560x226x535mm缩小了一圈,因而无法支持ATX主板,不过倒是能安装MATX和ITX主板。 另外,它的硬盘位数量,水冷位大小,五金架构配置也相应降低。但从整体来看,开放式架构,呈黑两色外观,双面侧厚的设计,原汁原位保留了下来。 售价接近原款一半,略有减配的小开拓者,能否成为大多数MOD玩家的新欢。 整体外观。拆开包装,先拿出骨嘎小开拓者机箱的骨架,一番观察,确实有不少明眼的区别。 PCI插槽从7条减至4条,120mm风扇位减少为两个,主板安装区域的镂空面积也减小了。 除了以上大变动,还有不少改动,我们接着看。 之前也没上手过开拓者,这一次直接上手小开拓者,新鲜感十足。 对于MOD机箱,装机和RGB是起码的尊重,遗憾的是没有分体式水冷。 整机安装完毕,机箱内的光效依然无疑。 灯条、散热器、风扇的RGB灯效,配合机箱呈黑配色,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。 跟许多侧透机箱一样,小开拓者最炫酷的一面还是左侧,开放设计完整呈现了玩家的构想与手法,展示了DIY的魅力所在。 小开拓者的右侧是背线区。 没有了常规开拓者的纵向走线槽,机箱内各种线材,都会暴露在大家眼前。 因此,要花一番功夫好好整理,绑紧各种线材。 机箱风扇和机箱背板的RGB灯光控制器,取自骨嘎水冷散热器,方便外加调校整体光效。 整个机箱外观,并成能空就空,能透就透的理念来设计,到底是开放式机箱,非常有个性。 两侧为整面不规则形状的钢化玻璃,通过圆柱状试架,固定在主体上。 主体上下面与正面,都是三块金属面板凹造型,背后则是精简掏空的面板骨架,多处挡板采用三角形、梯形等镂空处理,将骨感营造到极致。 可以看出,小开拓者的架构依旧是主流的APX2.0,电源下质,支持垂直风道。 机箱最大支持240毫米水冷,提供最多两个2.5英盘位,和一个3.5英盘位。 外部设计。 顶部为铝合金材料打造的框架,非常有个性。 顶部有象征性存在的修饰挡板,让顶部不会太过于空洞骨感。 挡板下,是2个120毫米风扇位,支持240毫米水冷。 再往下,前面板主体是一整块铝板,印刷着谷嘎Cougar,的英文logo。 SSD位设计在前面板后方,我们只需要在SSD上,安装4个卡扣,即可直接装在机箱上,无需上螺丝非常方便。 顶部的挡板,延伸到机身背面圆珠支架上,给普遍简单的背面,带来设计的延续感,与背板的镂空骨感保持一致。 玻璃面板通过螺丝固定、螺丝设计,支持免工具安装。 主板IO区还是常规,但右侧的通风区则是别具一格。 摒弃了防尘网设计,采用条形与梯形的镂空,显得整洁干练,与整体风格统一。 精简为四槽位的PCI,对拓展有一定的限制,不过对于最大兼容的MATX主板来说,已经够用了。 下方的电源位,以及后方接线空间较小,使用时汇略感不变,不过,这也是小型机箱的一大特点。 可以看到机箱顶部依然有不少空间,不过为了美观并没有在此设计风扇位或水冷位,全机只有主板位右侧的240毫米水冷位。 通透的钢化玻璃架,是整个机箱最骚气,最抢眼的三条橙色框架。玻璃的形状与铝合金支架契合,凸显线条的一属美感。 内部细节 安装电源前,需要在电源上套上一个支架,才能将电源安装在机箱底座上,有点模块化的意思。 安装后,与双槽显卡时间还有2PCI槽的空间,让我们拓展显卡、网卡等硬件。 电源接线面板前端就是水冷泵支架,电源突出的线材会影响水冷的安装,想安装分体式水冷,需要定制电源线材。 当然,水冷泵支架支持拆卸,给玩家更多选择自由,换装成硬盘,显卡支架也不是不可以。 总结 古嘎开拓者Mini依旧是一款极具个性的Mod机箱,质感出色,棱角凌厉,保留了开拓者的原有风格。 全开放设计,给玩家更多的创新灵感和操作空间。 设计灵魂的三条弗铝合金支架和一板挡片,像是赛车的进气格山和尾翼,营造一种超跑的竞技感。 吸引眼球的它,在通过玩家精心打造,必然成为桌面艺术品。